我們今天講這篇論文 Deep Start Predictions 那股票的價格預測是很多人都覺得很有興趣的一個題目 那在用Deep Dunning技術呢 這一塊絕大部分就是用這個所謂RNA的模型 在這篇論文裡面他是用所謂的RNA的進一步的模型LSTM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那作為一個對照組 他也同時用了一個統計模型叫ARIMA 他右邊用了一個時序分析的統計模型ARIMA ARIMA是兩個模型組合起來的一個叫做Auto Regressive Model 翻成中文叫自回歸模型 然後另外一個叫Moving Edge Model 移動平均模型 這兩個的結合叫做ARIMA 如果把ARIMA再加上一個Difference 這個中間的Legging 就叫做ARIMA 這是一個時序分析 看起來在統計上面的股票預測上面 看起來是一個很流行的模型 那這部分不是今天的重點 因為在講這部分的數學時間拖得有點長 那這部分在Wiki上面可以看到相關的資料 這是ARIMA模型 它Wiki 也有Wiki上面也有ARIMA這個模型 大家有興趣可以查Wiki上面 Paper上面有這個網址的連結 大家可以上去看 那論文看起來在ARIMA 用ARIMA模型不是自己實作的 而是用這個套件 然後PNDARIMA 一個用來做ARIMA模型 估算的一個Python套件 大家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這個軟體 好 這是這篇論文用的 對照的一個傳統的統計方法 叫ARIMA 那Data Station 它用的主要是以 這個美國汽車業的四家公司 福特特斯拉 日本的豐田 以及美國的通用汽車 那這個Data的時間長度都蠻久的 最短的是特斯拉 大概十年的資料 其他的都是有幾十年的資料 那ARIMA模型 那ARIMA模型 就有興趣的 大家自己去看 這邊就不多講 然後到這邊論文的主角 LSTM 用在骨架的預測 那一般大家知道 STM它是一個 時間序列 預測的一個常用的模型 那這邊論文 基本上 除了標準的LSTM之類 它在網路的深度上面 也有延伸 那一般我們講 我們把LSTM 時間序列是由左到右 這個 T時間 T下一 T二 T三個 一個 Recursive 的一個 Time Series 除了這以外 除了這以外 它有 每一個 時間 它也跌了四成的網路 就往上跌 第一個 時間 T 這個 LCM Sale 會 往上跌四成 它的深度有四成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邊 所謂的 Multi-Stack LSTM 跌了四成 那 每一成之後 它 加了一個Drop-Out 這裡面 它說的目的是 會避免Over-Fitting 現在模型 如果 太大的話 它的資料不夠大 它有可能去過泥核 所以 它在每一個 LSTM 類之後 加了一個 既然是 30% 對 30% 每一成之後 加一個 30% 抓到的 類 這樣子 這樣子 依序 所以這個 四成 Stack LSTM 那 每一筆輸入是 50天 這邊 所謂的Windows 每一筆輸入是 連續的50天 當作一筆資料 來訓練 那 它的 Training Data 分成 Training Stack 跟Vertation Data 也是 按照一般的習慣 這邊 所謂的4比1 就是 我們分成十等份 十份 兩份 這樣 取八成做Training 兩成 做Lendation 然後常用的也有七成 三成 等等 那你 資料越少的話 你的Training 比例就越低 那資料越多的話 那你的Training Set的比例 就可以相對降低 這是它第一個 跑的模型 那最後呢 因為它是要做股價預測 所以 每個 Time Sequence RN 輸出的四成 疊起來 輸出的Output 會接到 一個 單一輸出的Fully Connection Rate 第一個這個模型 它會預測 單一的 那個 骨架 那 一般來講 就是 我們現在輸的這一筆 下一個時刻 如果 你以天位單位 就是 那個呢 下一天 比如說 前面五十天的資料 明年的 股價的預測 就是 它的輸出 這是 這是一個 它這裡有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 它的V全就是 只有Price 就是這個 對 我告訴你 它這邊有點奇怪 一般我們取Price 都是收盤價 它 看起來 它取的價格 是 當天的最高價 跟最低價的 中間值 這黃的那種價格 沒有 沒有 它要取中間值 如果 沒記錯的話 它 它是 我記得它是說 取中間值 那那 Aurima 就是 它一部 有寫的 它有寫 因為 這個 這部分 怕 花太多時間 所以這邊有講 它 因為它 它基本上 它可以算是一個 移動平均 為主的 一個統計模型 所以它 這個 我們上一次有講到 所謂移動平均線 那移動平均線 你就看 取幾天 為單位 都是股價的 移動平均線 對對對 那這跟 移動平均線 不是同一開 它是移動平均模型 所以它是一個 估算模型 而不是一個 單純的平均模型 這一點有點不一樣 那實際上面 你需要看 這個Aurima 這個模型 才知道 剛剛介紹的 剛剛介紹的 PMD Aurima 套件 可以去找 這幾個參數 裡面所謂的 PER DR QR 透過程式的方法 去尋找 最佳的參數 那這部分 就留給大家 有興趣 去看 我們把重點 放在 Deep Learning LCM 模型 這一塊 那 除了標準的 疊四層的 LCM 模型之外 它在 Loss Function 也做了一些 調整 那這裡 因為 大家知道 它是一個股價預測 所以 跟剛剛提到 它也類似 像是一個 regression 的 預測 這樣就是 這個 回歸的 estimation 那 一般來講 回歸很大比例 可以採用 這個所謂的 Min Square Error 當作 Rose Function 也是這篇論文用 那我們在 training的時候 當這個 Min Square Error 越小 那 表示 training的效果 越好 Right Rose 越低 就training的效果 那如果說 Test的時候 Rose 越小 那 表示我這個 model 這個 效果 夠好 可是它這裡面 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 即使你的 Min Square Error 很小 但是 你預測 股價 會上升 但是它卻是下跌 實際 跟狀況 是反的 反的 符號 是相反的 這時候 反而造成的結果 是更糟糕的 所以它 修改了 這個Rose Function 加上一個 公式1 限定條件 這裡面 這裡面的 St加1 就是 實際的 下一個 時間 的 真實 股價 這個 St Hat 就是 你預測的股價 然後 St 就是 當前的股價 這個 這兩個 相減 的 成績 如果是 負的 我才 去 對它 做Rose Function 當它們兩個 符號是 一致的 它的 Rose 其他情況 都等於 它後面的實驗 證明這個結果 這樣的一個 修改是有效的 就是說 我的Rose 只有當 預測反向的時候 它才會給它Penalty 如果我的方向跟 實際的 股價的 升跟降 是一致的 這時候 它算出來Rose Function 我都把它Reset 為0 Don't Care 做了這樣的一個 調整 那我們 預測 股價基本上 就是要做買賣 要獲利 所以它也做了一個 這個 自動交易的 機器人 這是我類似 我們這樣 這個 層次交易 那 這邊 它講的細節不多 不過它 有提到說 怎樣的情況下 就屬於獲利的 它一些控制 比如說 剛剛講的 XD就是 當前的股價 然後 這個 T加1 就是我 在T加1這個時間 我手上的股份 然後 我預測股價 減掉 當前股價 我手上的Share 去最大化這樣的一個成績 而得到的 這樣的一個Share 就是 我這時候擁有多少股 是最好的 了解嗎 這是 當 T加1 預測股價 減掉 當前股價 然後 處理當前股價 這就是 增值或減值 然後 這時候 在 T加1 這時刻 我有了 Share的個數 就是 比如說 我賺了0.3美金 然後 我有10股 所以 我就再賺了3美金 然後 然後 處理 我原本的成本 就是 賺的比率 然後 我去把 最大化這個值 我要求 Share 這個 持股的比例 持股的數目 最大 這個 T加1 大 所以 我就可以 符合下面 這個條件 這裡面 這個 WT 就是 我手上的 現金 就是我沒買 我沒有買的 手上還沒有拿去買股票 手上的現金 然後 這 全部加起來 要等於0 這能理解嗎 這是 T時間 比如說 原本有1000塊 好 然後 這個 原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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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個10克 是 10塊美金 一股 然後 我買了10 原本買了10股 然後 我這時候 又多買了10股 所以 我花掉了 10 多買了10股 所以我現在手上25 所以我多花了 100塊 有沒有 所以這邊就變 剛剛講這1000 所以變成1900 兼9加100 減掉2000 會給 這公司應該很好理解 那 做一個比較 他這個機器人 也會去市場上面 就 剛剛4家公司 從開始買 比如說1000塊 分成250 250 250 去買這4家的股票 然後 我記得 好像 忘了 好像是 500天 還是幾天 之後 這 total的時間 會很忘了 結果買來之後 都不賣 然後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看他 手上的股票 是賺還是沒 這當做一個 S9 然後 還有 剛剛 講的統計模型 ARIMA 還有這LSTM 標準的LSTM 鐵四層的LSTM 跟 修改的LSTM 跟修改的LSTM 加上 這個 公司一 同向的LSTM 才有效 當作這個 限制條件的修改的LSTM 不是說 他都 他都不賣 有什麼 這是Best9 Best9就是都不賣 你看 他這個 寶 這個機器人 他是傾向 多買 他並不是 他這裡面並沒有看出 你這樣說 要把那個架拉多大 沒有 這個是針對我們模型來算 然後 作為對照組 就是 他 一種情況就是 買了之後都不賣 對 就是所謂這邊的 後面圖會講 下一個 那個 page 那這邊 他的參數 就一般很常用的 沒有什麼特別 用ADAM 等等 這些沒有什麼好講 這些沒有什麼好講 這是他訓練的 跟 validation的清洗 那這個 這個 table 是用LSTM 跟 Arima training出來的 這個 MSE Rose 方形的值 那 這裡看起來 Arima都稍微低一點 好 那 重點是 這一個 圖會太小嗎 我要放到 等一下 那 這是個 個別 個別 用Arima 跟 LSTM 標準的LSTM 是疊式成LSTM 做出來的結果 藍色的部分 是 這個 training 我應該沒記錯 然後 這邊的 紅色 跟 橘色 因為紅色比較深 橘色都被改掉 是 predictor 你可以看到 這個 Arima 在這個情況下 預測的 都還蠻準的 可是 LSTM 在預測 特斯拉來講 就完全失準 然後再把它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 這個 橘色是 實際的 實際的這個 特斯拉的股價 然後 紅色是 LSTM 沒有預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知道 LSTM 這種 RM 模型 它是 這種模型 是 有時間關係的 前後 會有連換性 那你知道 過去 這個 特斯拉的股價 是一路狂飆的 尤其是過去 這個疫情以來 完全不會疫情 繼續飆 現在是 歷史新高 如果沒記住到 到昨天 晚上都還是在飆 所以 對於這種 完全 過去的資料 完全沒有辦法 當作一個 有依序相關性的 這個股價 就是看 這種 會飆 所謂的飆股呢 LSTM 是完全失效 都會低估 或是爆跌 突然之間爆跌 對於這種 Time Series的 這個 Dividend Marks 會是一個致命傷 相反 相反來講 ARIMA的模型 反而比較好 為什麼呢 照我的看法 ARIMA是基於 其中一個是 Moving Airage 然後它做自回歸 然後再加上它 取的天數 不見得取到 五十天那麼長 所以它 比較容易去 fit真實的狀況 這是我的見解 是不是真的對了 因為我沒有對ARIMA這個模型 之前有特別去 始作研究過 所以 或許我講的是錯 好 那 這一篇論文的重點之一是 它 修改了 模型 就STM模型 就剛剛講的 修改了 Lost Function 的Critic 之後 這個 預測的 漲 跟 實際的漲 跌 方向是一致的 它才 去Penalty 這個Lost 那上面這個圖 是 這個 藍色 是最新的 加上修改的 Lost Function MSE 這個M2 ARIMA只有 符號 這個 相反的時候 才給它Lost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 整個整體的 獲利率是最高的 這邊 左上角是 Network Dollars 就是實際上面 這個獲利率 如果 我們把特斯拉拉掉 差別更大 意思是什麼呢 包含這個 這個 紅色就是 買了 就一直擺著 你可以看到 擺了五百天之後 你基本上 沒什麼賺 這 在 很多人 他們會說 做場限投資 買了就不管 這其實 在我個人 看來 不見得是 一個很好的 投資方法 那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 ARIMA 還是標準 STM 拿掉了 這個 特斯拉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的 這個 它修改了 在這個 Loss Function 的時候 它表示 獲利率 是更好 這表示 這三個 模型 相對於 這個 這整個 模型 對特斯拉 所有的模型 對特斯拉 預測其實相對 都是不準 可是相對表現來講 其實 standard Loss Function 的時候 沒有 每個月 公司 是差的 對 就是 這邊 左邊是 獲利率 就是 拿掉 特斯拉之後 它的獲利率 變差 這個 是 Customer Loss 而 這邊 我們來比較 這兩個模型 標準的跟 這個所謂 Customer Loss Loss 唯一修改就是他的 loss function 的條件 這兩個符號 就是漲疊的情況是不一致的時候 他才給他 loss 基本上這兩個模型差別是在這裡 好 這是這部分 後面他做了進一步的實驗 不過這部分我個人覺得 他的結果並不是很令人幸福 我覺得他只做了一半的實驗 看起來結果是沒有完成 當作參考就好 接下來他為了在 deep play 模型上面 更進一步 explore 所以他堆疊了兩個模型的結合 另外一個 LCM 模型 他加入了這個 所謂的 anesis code 什麼是anesis code 就是一般股市分析師都會去預測 單一公司或是單一產業 他的所謂的 EPS earning per share 每個月或是每一季 他的每股的盈餘的預測 就是公司他下一季 有可能他會賺多少錢 這是預測 那因為這個分析師的預測 都是遺散的 他不會每天預測 所以他用到的這個 這個平均指數移動平均線 所以他可以把它Smooth 要解釋嗎 因為譬如說他每十天 每十五天或每一個月 才預測一次 那每十五天之間 他才有一個值 才有預估值 所以為了讓這個每一天 假設是要讓他每一天 所以我就用移動平均線 來讓他整個曲線是平滑的 那因為最新的預測 基本上是比較有可靠性 所以他用到這個 exponential movement 所以 月當下的這個價格 價格預測 他的權重是越高 他這裡用到的十二個長度 來當作這個 EMA 的這個長度 然後是把他加到 這個 這個 新的 後面會講 下一個 那 這個是 後面的實驗 他用到的 這個 這個模型 把它放開一下 左半邊就是剛剛的模型 再多加一些東西 剛剛講的一樣疊四層 第一個 T時間的 LTM層 然後 這是輸入 第一個 LTM層 抓爆 第二個 抓爆 第三個 抓爆 最後 在哪裡 看一下 中間 他插了一個 這個 attention layer 有沒有看到 他放大就沒辦法看到全部 這裡有一個 attention layer 在 第三層的 LTM跟抓爆之間 加一個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一般 個人認為 deep learning 引進 這個心理學 attention 這個概念 其實 這名詞 不是很恰當 與其稱作 attention 不如叫做 relation 那 tention 直接在操作上面 大家對attention 了解嗎 好 等一下 花點時間 attention 其實 很多 部落格文章 都講得 很詳細 那 你如果要看 大俗話 我很推薦 這本書 這個 就很免費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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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個最 match 的 key 找到一個最 match 的 key 之後 然後去取它的 value 然後這個 value 再去做一個 soul match 那 soul match 就變成一個權重 然後權重再跟這個 當作這裡的 B 再跟這個 value 去取一個詞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這個 attention 或是關係 前後的關係 它是一個 waiting 的 所以有些 waiting 比較高 有些 waiting 比較低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說 它應該取名 與 relation 會比較適當 那後來就演習引申 比較更複雜 就是 save attention save attention 就是說 這些 query 啊 key 啊 本身也有一個 wait 那這都是 manable 它都有學習的參數 前面都有一個權重 這叫 save attention 好 簡單的介紹一下 叫什麼叫做 attention 那回到我們剛剛的部分 所以在中間接了一個 attention 的 layer 就是為了 找到哪些關係 過去哪些資料是比較重要的 哪些是比較重要的 給予不同的權重 這是左半邊的 我們就跟剛剛一樣 在改的比較複雜的 LCM 一樣 為這個股價 平均值的股價位進來 然後右半邊就是所謂的 MSS code 剛剛講的 這個 EPS 的預測 透過右邊這一路 一樣的模型 送進來 然後最後 兩個 把它接在一起 做 這是如果你做複合網路 這是一個 大家常做做 把兩個網路 接在一起 然後做 output 那還有一個 修改的地方 剛剛我們 的 LCM 是 都是單向的 那這裡的 LCM 是雙向的 所以是 除了 forward 還有 backward 我個人認為 backward 在股價預測上 應該是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 當前的股價 可以由過去來預測 但是 我沒有必要有 未來的 就是比較現在的股價 去預測過去 我覺得這個 相關性其實是比較弱 所以 我個人 主觀地認為 雖然我沒有時間 真正去做實驗 這個 backward 的這個 反向的 LCM 是真的有效 感覺是 這一個實驗 基本上 他用的是 by-directional LCM 然後 最後 修正 修正這樣 單向影響可以 不一定 我個人認為是 作者 應該只是 要嘛就是 看見別的配合有這樣做 所以就拿來用 一個 比較晚的實驗應該是 一個一個加 然後看有沒有差別 但是他沒有 這樣的中間的實驗 直接就做 直接就跳這樣子 比如說 他可以做 跟剛剛一樣的第一個實驗 LCM 單向影響 跟雙向影響 然後比較結果 或是 這個 LCM 單向影響 然後另外一個 LCM 單向影響 加上 attention 比較結果 看看 attention有沒有用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他的奧度 他不是只要預測 五天的第五十一天嗎 這個地方他 又多做實驗 就是說 我們除了預測 單一的股價 就是 下一個時間點的股價 我也可以 預測 一個Sequence 比如 連續五天的股價預測 那 這是他 這個實驗 額外的目的 就是說 他可以從一天到 最多 最多 最多到九天 好像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寫在哪裡 看一下 一到九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寫五五這個意思 就是預測 接下來 五個時間 連續五個時間 序列 他的 股價價格 這樣子 我還想問 他的那個 右邊那一支 不是EPS的收入嗎 對 可是他以前為單位的話 沒有這麼多 所以他用 所以他用 他用 EMA 就平均 就我們 比如說 我們 我們 我們在 股票的 K線 都會有移動平均線 有沒有 對 他就是利用移動平均線 的概念 把它 Smooth 所以 因為 EPS 他不是美股地還有EPS 但這是分析師的預測 不是實際的EPS 所以他叫做 EPS 這是分析師的預測 他沒有說明 但是 這可能是一個 借用一個 基本面 公司有沒有賺錢 我在想說 他如果要插入一個 BPM 他不是插入量 他這裡面也沒有 也沒有 跟量有關 量的話 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上一次講的 那個 他是屬於技術分析的 比如我們講什麼 這個 量價奇洋 或是量價貝禮 這都是 就是說 對於基本分析 而不是 技術分析而言 他只看數字 他不看那些 這些所謂什麼 Earning Per Share PE Ratio 這完全不看 他就是完全看數字 他認為市場的價格 就反映了一切 這是技術分析派 他們的 一個主張 那 如果我們去看EBS 就有點類似像 我們把 這家公司 到底是 虧錢 還是賺錢 的一個預估 所以 引入了一個 基本面的概念 就是他如果說這個結構 他可以差EBS 也可以差EBS 壓量 我再加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看你的模型 你要怎麼做 我只能說 他的這個 論文最後的實驗是做了這樣子 而且 重點是 他這實驗 只對福特有效 其他的 這個 預測是 並沒有達到他 預期的效果 如果 沒記錯的話 寫在哪裏 寫在哪裏 這裏 這邊是以這個 m2L而言 那他 這邊並沒有提到 那個 實際的獲利 情況 他只單純去看 這個m2L 那這個 這個m2L 並不能代表 越小 越小 並不能真正 反映 是否獲利 這兩個還是 不是完全EQ 那這邊是把它 歸咎於 這個 擁有的資料點 跟他的參數的數量 不平衡 我覺得這個 這個論點 並不完全站得住腳 隨便看看就好 這應該跟幾頁 OK 那這個是 這一篇 論文 那最後他就是 針對 剛剛講的 就是預測的天數 當作這邊 右半邊 然後 這個另外這個 Y軸 這個方向 右半邊 講座右半邊是 資料的長度 就是 剛剛講50天 還是90天 等等 這是 橫軸 S軸 然後這個 中軸 Y就是 我們要預測幾天 那大家可以看到 預測天數 這是用那個Heatmap 所以 顏色越藍色 就是越低 越深厚 就是越高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預測的 這個 天數 骨架的天數 越短 這個 Loss 這個 可以 可以 預測越多點 其實越難 好 這是這一篇 論文 那 總結一下呢 個人認為 這個 利用這個 這個 Times theory 的 這個 只適用於 這個 骨架 它是有 周期變化的 它 它是 比較 現在的 基本上 它可能 有周期性 或是 有個 相 比較有 相似性 如果它 那種有 暴漲暴跌 這個 Lsdm 這個 模型 完全沒有用 那 在 實物操作上面 可以結合 上次講的 譬如說 透過去找 Tranical Indicator 這個技術指標的方式 來看 現在 這個 預測的股價 譬如說 我知道它股價會漲 但是 現在 這個價格 是不是 在一個 好的 技術指標的 範圍之內 就是說 對於 Stackwise的 預測來講 不能透過 單一方法 來做 實際的操作 而是要 比較像 利用 Ensemble 包含 這一篇 Peper 講到的 Arima Model 統計模型等等 一起 綜合的結果 來判斷 來 當作一個 買賣的預測 這是 我個人的 一個小小心得 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問題 那很簡單 你就在程式裡面算上 把這個加上去就好 把剛才那個 那一個 剪掉一個成本 對啊 你就把它 直接用程式裡面把它加上去 所以它 這裡面它有提到 那個 它一個 Bot 它沒有提到 它Bot 怎麼實作的 不過它就是 根據這 預測的股價 它在這 五百天之內 剛剛有沒有在公司 它 有沒有在這裡 去算 它一個最優化的 雪兒 手上它持有多少 根據 這個 預測出來的股價 當作買賣 所以這個 持股的事會變動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 五百天之後 你的 獲利 或是虧損狀 這個 如果說 從這個二號的事實看起來 它是 它持股又增加 沒有 沒有 它 它是 算 這一個 算出來的值 最大化的 參數 所以它也有可能是變小 知道 ArcMax ArcMax不是在算Max 是取那個Arc 是 這個算出來的Max 的Arc 所以是要找一個最優化的 S T 加1 你玩股票不是 股數增加才會賺 你有時候看到 行情 大好的時候 你應該要賣掉 然後 行情不好的時候 大家講 就是 這個 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 怎樣 怎樣 怪怪 這是 最大的 持有 這是 這是 當前的 股價 然後 這當分母 那這是 下一個時刻 你預測的股價 減掉 當前股價 那這有可能是正的 有可能是負的 然後這個值 然後只能讓你手上的穴 要不要最大 那你 你如果是負的 你要 負的越少越好 對不對 所以你的持股也 你要減少 當他是負的時候 對 他股價往下跌的時候 你 你 你 不可能 在 那個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就到此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